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明浩 黄明浩的嘴巴不是这样的 你是你熟悉的人啦 都是你的朋友 小鬼 对啦 就是说 你有看耳朵认出来吗 白叔 哇 那个刚拍完戏 这是谁啊 我该认识吗 我跟他熟吗 你必须得认识 我必须得认识 要公布答案吗 要公布答案吗 你近期你们有在微博上互动过 王子义 对啦 哇 你们放大成这样 鬼能认得出来啊 杨迪 迪哥真的是非常熟悉 迪哥比较好 非常的喜庆这张图 最后一个你一定认识 非常熟悉 这是我 对 是的 我对我自己的部位相当的了解 是的 把我刚刚说错了都剪掉 游戏爱学音梗挑战 主持人抛学音梗 由嘉宾回答 接住一个也算挑战成功 哇 这是有多难 狗会汪汪汪 然后猫会喵喵喵 鸭会嘎嘎嘎 那机会怎么样 机会 机会什么 这哪里协音了 给你一个机会 机会 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你好冷 真的是 知道为什么蘑菇和橙子说去死 橙子就去死呢 让我想一下 君要橙子 橙不得不死 死是要有掌声 为什么超人要穿紧身衣 要穿宽松的 展现不了他 漫妙的身子 他的职业是干嘛 他职业是救人 对啊 为什么救人要穿紧身衣 因为救人要紧啊 哦 那潜水员是怎么回事呢 他要展现自己漫妙的身子 OK 然后最后一个 为什么 哆啦Amo没有脖子 因为 哆啦Amo是什么颜色 蓝色 对啊 这不能有脖子吗 你今天就穿蓝色 你怎么没把脖子穿 我还有 为什么 真的好奇一下 因为蓝薄激泥啊 他会激泥 他会激泥 他洗澡不是很方便 啊 哦 我们游戏结束了啊 最后我们再来复盘你 还要复盘 对对对对 你吃完多了吧 我们有看你最近在我们芒果TV播了 有《冰球少年》吗 你真的看了吗 我看了呀 沈舟舟谁没看呀 是你第一部正式播出的电视剧 和你之前像录制综艺啊舞台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给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跟综艺肯定是有很不同的感受 因为综艺毕竟是经过剪辑以后 它不一定是你想要去呈现出来 肯定是为了节目去呈现的东西 被你们带的都有点红南枪的感觉呢 其实舞台上也是根据歌曲 然后去塑造不同面的主政体嘛 沈舟舟也是寻找自己身上的一个性格特征 然后进行无限的放大 那你当初就是接到这个角色以后嘛 有没有就是做一些特别的像准备工作什么的 当时真的来不及说实话 因为当时正好在拍苏记嘛 一刹新立马就去了重庆 然后去进行拍摄 根本就没有时间准备这样子 那你拍摄期间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有趣 或者是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 印象深刻其实更多是在主场景的印象很深刻 就从早上七八点开始哭 哭到晚上凌晨一点钟 那刚刚像我们菜人游戏有提到你的好朋友王子一 他会问你的新剧在微博上给你打工 然后你说了有空让你去教他滑冰 那你们后来滑冰教程有没有安排啥 没有 有些话说说就好 也没有没有 是因为没有时间 对真的就是很难约 像包括我有时候跟子一一个活动 晚上说要约着一起吃个饭见个面 有可能就会因为要么我有行程 他有工作这样子 真的很难约 那你们之后 如果约上的话 可以帮大家预定一个vlog吗 啊好难啊 对于我来说 会为了个超尬的 小编尽力了 之前大家有说 像你的沈舟舟和你平时看你的节目 可能会有一种割裂感 那你自己的话拍这个角色 是怎么样走进你角色的内心呢 现在其实我也从那个状态出来了 其实之前沈舟的一个状态 是我在有一段时间有那种状态 对特别的不好 所以是尽量往那个感觉去靠 然后通通就是不见的去放大 去感受吧 最重要的就是角色首先就得打动 他其实也讲了青少年很多 现在就是去面临的一些问题 孩子不想家长沟通 然后家长就是想要让孩子更好 其实说实话就少走一些弯路嘛 对可能并没有问过孩子真正的想法 有句话说好不好 就是说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我为你好 但你却不问我 是不是我想要 有句话也说的嘛 我理解但不代表我接受 那你有没有就是比较想挑战的角色 或者是想要接的一种剧本 比如说结构文学 霸气郁姐和他的专属小奶狗这种设定 像之前也是我们卫视就是热播的一个剧 宋威龙和宋倩演那个下一战是幸福这种的 你有考虑之后会演这剧吧 要看人物的性格吧 对其实我最重要就是人物的性格得吸引我 像冰秋的编剧也有在跟我聊 他在写一个新的本子 我也比较感兴趣就是双重人格 你要演出两个接通不一样的面 因为我当时跟他聊的时候 当时他说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角色 我说我之前看了一部电影 他要演八种人格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那种是非常有趣的 但是我的工作人员总说就是说 我在这个年纪不应该去演 等你年纪大一点再去演 这个可能更合适 抓住了关键信息会有新剧 没有吧 对对对 那个还早 他剧本都没钱 以后肯定会有 会有越来越多的 我们知道我看了那个剧 我看过那个剧 周周像失眠了 然后爬起来这个厨房里捣鼓了半天 然后做了一堆的面 对对 我看过的 对看过 周周失眠的时候会做面吗 那你失眠的时候会做什么呢 我失眠的时候在好努力的睡觉 好努力的想睡觉 但是就是睡得好 大家失眠应该都是这样吧 你们在玩 OK 我们会刷那种 有那种什么助眠视频啊 这种听雨声啊 什么什么的 我也会 我也会 对 修马蹄 马蹄声 修马蹄 修马蹄 有很多 那朱正廷生气要怎么哄呢 朱正廷生气就是好像没有的哄 我好像就彻底决裂 直接就哄不好了 对 我生气了几乎就可能需要时间了 真的可能就几年以后过去了 基本上我生气 其实你要看如果是朋友还工作 工作的话就工作没有做到过我就会生气 但如果是朋友之间相处其实很难把我惹生气 因为就是说 对朋友 对没有脾气 其实我脾气不太好 对 我对于朋友其实比较宽容大多 对 就是只要不往底线去做 就是他可以惹生气我一次两次三次我都可以过 一旦就是过就是五六次以后 我就可能就彻底不说了 对 那你还是对他们真的很宽容 一些都是事不过三你还有五六次 对 所以我说我是个比较宽容的人 有看到你冰球少年里吗 是长发的造型 对对对 跟平时可能我们之前看到不太一样嘛 那这个造型你有没有就是当时有融入你自己的一些想法呢 没有 对 因为当时导演就可能会说就是想要一个长发 因为本身就冰球嘛 可能长发发型比较合适 然后正好当时我头发也比较长 因为刚排完古装嘛 就是如果剪短 当然就说那就别剪了 就说要么接一点头发直接让它变长就好 那你有之后还有想尝试的发型吗 我几乎都尝试 除非是剃光的 对 我所有的长度 可以去演古装剧 然后演阿哥就可以 别了吧 这后面的尴尬期好久 没有我其实我拍过 就之前像抖音上不是有那种特效吗 就过了很光头特效 我当时 你拍了吗 对我拍了 然后后来没有发嘛 那你之前就是说想要拥有一个妹妹嘛 这次剧中终于拥有了一个妹妹 是什么感受呢 我有两个表妹 对我也很照顾 很照顾照顾她们 对但是冰冰的感觉跟我那两个妹妹还性格完全不一样了 对了 还是蛮有趣的 对 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哥哥 就是比较可能温柔的呀或者什么 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哥哥 我特别有耐心 我对我两个表妹 对几乎都是有什么问题就说 然后有什么需要都说 然后我都是满足一切的 如果你的妹妹喜欢追星的话 你会带她去看演唱会吗 当然会 我肯定会直接带着她坐到她对面 对去吃饭 对 就是你很支持你的妹妹这一心 我觉得正常就是她表达她的喜爱嘛 然后也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情 青春嘛还是要一点 你好星期六固定环境有一个舞台秀的部分 那你这个舞台秀就是你的舞台秀部分 我们看到一个是很华丽很美的秀 或者什么样的 确定了 有没有什么一些细节或者小心思呀 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吗 没啥小心思 准备挺匆忙的 就尽力了 希望大家喜欢就好 对尽力了反正 大家会喜欢的 只要你站在舞台上大家就很开心 谢谢 你之前节目里有提到吗 之后开一个农场 对 那你现在计划的怎么样呢 就是有在规划就是太贵 你知道 因为农场你其实肯定不能小嘛 对 然后我而且时常也需要 因为我想在里面就是真正的形成一个生态圈 就是你不需要去打理的那一种 想要邀请的第一个客人是谁想 那就帮你做什么吗 我还没有打算邀请客 知道自己在那里 你像你说的日传做日路而西嘛 对其实我就是为了自己一个舒服的状态吧 但如果之后这是农场 农场比较大 然后需要一些经济来源去支撑的 那肯定是要开面营业一下的 对 那有没有想要邀请的朋友吗 就像一个人住里面 邀请的朋友啊 大家都随缘骂 对 对就可能谁想来度个假 或休息休息 大家有空就可以来做一做 没关系 对 走的时候急的收拾干净就好 我们知道你喜欢看挖人参的视频 那你现在还在冲那篇浪 那是很久远的事情 对 我最近在看就是井里的视频 对养井里的视频 为你的 还是为你的农场做准备是吧 没有没有 就是为了发财 对 虽然你看了这么多类型的视频 但是有种类型的视频 你可能没有看过 嗯 现在就给你看 一番大挑战 观看自己以前的视频片段进行reaction 我看了 你都没看声音耶 我看了 我怎么没看 我看了 我怎么没看 这么尴尬的时候 我怎么能不看 这个我怎么看 你知道吗 当时我在网上刷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就不用放了 对 当时我在网上刷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就去找那个视频的人了 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他在网上就后来就设了密码 我们好多视频就看不到了 我就说如果再让我看到 我跟你说真的就 我会飞到你家来找你算账 因为 对因为 因为很可怕 对 因为这个是 对 因为就是这个视频是我当时上菜了嘛 对 因为他其实就是要体验 民族的喜悦 当时呢就是怎么说 那时候还小 处于就是 发育期 对吧 那头发剪的也是就是 我们以前剪的话就10块钱 而且还是在人家家里剪的 就那个阿姨 反正下手也听了 拿了推就 去去去去去去去 结束 哎呀我的天 我看不见 我真的我想说 当时我真的没有听到 我一起看 不知道经过剪辑 就是我变成我听了 我真的没有听到他说什么 因为真的很远很远 大家一般开心的时候 不都会尖叫吗 对吧 就是哇 然后谁知道 吃了一嘴沙 嗯 当时好 好多 好多人都发给我看 我说你真的笑死了 别张嘴 绝对不要张嘴 我真的没有听到 不是还有人解吗 说因为这个的原因 然后说那种奇妙的缘分 然后后来我就跟萌丹不是合作吗 都言我话 玩猪哥哥和冰球少年梦幻联动 滑沙一定要闭紧嘴 还要把鼻子也给堵上 你知道那天回家 就是我们录制完到晚上了 准备上床了 我从我口袋里看到全是啥 你家的动物园怎么样了 珍珠堂们很想五百万吗 然后还有就是听说 你有一些新春的可以分享一下 像这个其实我就可以说一说 因为之前呢 其实在我有一只猫去世的时候 然后有些人就是利用它 就是进行一些恶意的诽谱 其实我自己也有刷到了 我难受的点是因为就是说 它都已经去世了 然后你们还要用它来攻击我 对 因为我对于我来说 我是很爱我自己的动物的 真的是可以说是家人的存在 所以我觉得从此以后 我可能就是能不跑都不会跑的 它只是陪你一生中一段时间 但是你就是它的一生 对我是它的一生 现在其实我可以说了 对当时其实我在纠结 对现在我觉得我就是一定要出来斥责 因为我的猫其实当时没有生病 对不是猫船夫 然后医院悟诊一直让我花钱 然后不停的让它治给它打针 后来到毛发脱落 以及身上就是长非常的可怜 然后很心疼很心疼 过年嘛我们要回家 要回家以后我就跟医院说 我说我可能不在你这治了 我说我要带回家去治 他说不行 他说他的病情不能够移动地方 他说实在不行的话 放在我们这边住院 但是在于我爸妈的一个坚持下 说肯定是要自己天天去看 然后每天去送去医院 每天接回来肯定是最好的 因为还是要在家人的身边嘛 等我们回家以后 就找了一个我们认识的医生 一检查以后发现不是毛病 然后硬生被赤死 这就是所谓我说的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公众人物 就我们也需要忍受一些 如果我去了个医院去闹事 或者是发网上去挂他的话 指不定会引起什么样的风波 所以我没有选择去说 好 我们先 平复一下心情 没关系 现在又增加一个 新人演员的身份嘛 之前的话 其实记得了很多的 就是关注你综艺还有舞台的人 那现在2022年了嘛 今年的话会怎样去安排一下 你今年的一个工作内容 其实目前是 就是说我们在着手专辑这一部分 有一些歌就是有录制嘛 包括差不多有三到四首歌的时间 我可能不会发 可能不是那么的适合我 所以我可能会重新编剧以后 之后可能这些歌都会累在一张专辑 作为就是遗憾这种东西 然后进行去发 我们去拍MV的去找的一个方向 是希望就是一个电影的一个感觉 就是V的片段 就是小故事这种故事的感觉去呈现 然后同样 歌作为里面的一种插曲的感觉 这样去呈现 可能会更加的比较有趣 综艺方面 其实大家知道我一般就很少去上综艺 很少上综艺的一些原因就是说 因为综艺剪出来的 不一定是我想要去呈现给观众的东西 刚刚那个女生放在我身上 对对对 可能没有听到 因为我觉得真人秀你就得真嘛 但是他就会把你的一些点 给物险把它拔拔 另外就是你可能另外有一些 你想呈现的点 但是别的人也有输出 但是他会把你这个点直接剪掉 那剧肯定是更加筛选 其实目前是手里有三个本在看 对但是很纠结 因为其实这个角色吧就是 可能要需要一些调整 对可能也在跟编剧上 如果他们没有办法进行调整的话 可能就不会去了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刚刚你有说有专辑吗 那你的新专辑会有实体吗 就是数字实体都有吗 其实更多的期望还是做实体的 第一张实体专嘛 就是包括像我自己是有留100张 但现在其实送出去几乎都送的差不多 然后包括市面上 应该是没有任何一张是我的签名的 但是我送出去都是有我自己 有亲笔签名的 从颜色到字体 包括里面的每一张照片 我都是亲自去挑的 然后光是专辑的那张红色 你不知道我当时眼睛都挑了 就几百种 然后真的是一个一个去挑 然后我们包括做实体专 当时拿了差不多有三次十张 被我晒到的最后一个 我们下面有一些粉丝提问的问题 OK 上次说祥然狗狗的同款发色 但是饱和度太高碰不出来 所以是哪只狗狗 你们可能没有见过 因为是我帮我姐姐挑的一只小薄美 它的颜色是属于一种咖啡 就是那种帕丁顿熊的颜色 对对对帕丁顿熊的颜色 能不能让人做出谢谢朱正廷的动作 谢谢朱正廷的动作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演唱完线下 很会儿 对可以吧 这个夸够大 可以可以 可以 听说有冰敦敦了 是哪个好心人 塑的可以的 飘雪的 然后一位工作人员 他当时是这样的 他说 朱正廷的冰敦敦小剧展 你知道冰敦敦吗 我说我知道 你知道最近冰敦敦很火吗 我有索阿文 然后他说 你买了吗 我说我没有 他说 我觉得你应该就已经收起全部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 就感觉你是这种就是 就会收集全部 我说我没有 我说因为我可能就喜欢的东西 我就会都收集 然后他说真的很可爱 我说我又没有见过 我说我从旁边看感觉还好 没有那么的触动我 他说 我送你啊 我说 行吧 然后我就拿了 就是说收到以后 还是很开心的 就突然人家送到我 但是可能就是说 对我的欲望没有了 就看到我周围的工作人员 眼睛都红了 然后想问一下今年的生日怎么过 我想看周围婷直播讲话和喝面 喝面 对我可能吃东西就是不太爱嚼 但是现在再努力就是嚼一点 因为肠胃不太好 今年生日打算怎么过啊 今年生日其实我我也不知道 就是我一般可能年纪也到了 就是 对 其实我还真不知道我怎么过 之前可能都是别人帮我过的 还都蛮感动的 对 但至今其实最感动的一次生日 就是在我成年的那一天的生日 是由我们全班同学 然后在KTV里去布置 然后去吹的气球 包括每一张气球上面 都挂了一张我跟他们的合影 就每个人都单独的 然后一走进去以后 然后就非常的聚会 就带着我绕了一圈 然后每个人就过来跟我说 然后那天朋友们把我弄了 不停在 然后问问 现在好多了 对其实就是有一些 痛吧 对为什么包括一直没有染回去的原因 就是也是因为怕感染 摔的膝盖好了 我觉得应该好了吧 对反正也没有太痛 经常摔跤有没有去医院检查脚踝 为什么检查脚踝 是不是以前跳舞留下 我觉得经常摔跤原因就是 可能因为我不看路 对 你要看路的还是要看路的 对我的注意力总是在别处 是不是以前跳舞 对我跳舞其实留下了挺多伤的 但是目前看来还是 不会影响我正常生活的 腰伤怎么样 其实因为挺久没跳了 其实现在恢复的还是蛮不错的 天冷要好好保暖 哇我跟你说 我是个问我的工作员治长 我是个特别会吃暖吃热的人 不然就冷了的时候 包括这个飘雪节目 我都穿两层的球衣球 很注意保暖的一个人 然后尤其是旧伤的部位 对啊好谢谢谢谢 回答一下上一期艺人留下的问题 然后你回答完之后 再给下一期的艺人留一个问 上一个艺人问的是 你最近一次大哭在什么时候 最近一次大哭的话 可能就前几天吧对 我问什么呢 你们想问哪种尺度的 能播的就行 能播的就行 能播的尺度太多了 那取决于你们是什么样的媒体 我们是正体媒体 正体不是属于狗仔乱瓜 不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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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这么大谈过几次恋爱 谁没有青春期啊 谁没上过学啊 上学谈恋爱多正常啊 刚刚两个游戏你是挑战成功了嘛 然后会解锁特别小惊喜 还有就是粉丝福利 恭喜你成为我们的游戏王 我们父亲 我的天哪 你给你戴上 就别了吧 这个东西最后都不知道被我扔哪里去 我这个人比较说实话 实在是没有珍藏的必要 我还在戴上这个景色 你先跟你过个生日 所有的满脑说拜拜 所有的快乐说 嗨嗨 哇 还是很感动 谢谢 谢谢 虽然不是我生日吧今天 没事播的时候可能是 播的时候可能是 是吗 都要提前过呀 见你一次多不容易 好好好 谢谢谢谢 非常感谢 我真的还是很感动的 许愿吧 许愿啊 复完几次快乐万岁 我好喜欢这些写的 这个写的特别好 什么大家想的 你们想的是吗 这个特别棒 我觉得你们说的就是我的冤枉 不管几岁 我觉得快乐万岁 对对对 努力让自己快乐 好 还得出 一看一看吧 怎么没什么游户生日 谢谢 你可以切一下 切一下 切一下 好我们来 好好好来给你们分一下 切到尾 来切 又顺水 又顺水 哇 从左切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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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吗 没事我来 这个不要烫 好 从 从左切到右 健康又长寿 来长寿 好 长寿就不必了 好 好了 好了 哇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真的大家分一下吧 我尝一口 我用这个吃就好了 最近还是你们买的 对 在柯胜我是要尝一块的 我因为是很可惜的 还是不错的 还是啥花路 你到底有啥花路 是要让我走花路吗 是吗 是呀 我看剩的就是还没有理解花路是什么 就是你走的路都会是花路 我走的路 你是走的路 我走的路都是花路 嗨